看到不同消费者有采购年货的需求 现在外送平台首度跟迪化商圈台北年货大街来合作了 像是香菇 乌鱼籽这些等等的年货干货都可以直接外送 迎接穿捷 年货大街涌入满满人潮 不少人手刀办年货 但东卖西卖算是大工程 就有外送平台和迪化商圈年货大街首度合作 澎拜年货直接外送回家 就会比较方便然后取货也不会让人寄了 过年期间我觉得应该就是糖果饼干零嘴 希望有机会可以增加两到三成在线上的这个业绩 跳脱过往不止年菜就离年货也能直送豆腐 开外送平台集结台北年货大街十四家特色商家 包含香菇 腰果 乌鱼籽等超过三百件年货干货等 成立快送专区 接单台 一手包办 监货包装等 线上线下同步 锁定年轻人 扩大客群 如果没有时间来迪化街的人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然后同样可以感受到采买年货的需求 迪化街当然也是年货代表 平台也是会提供就是 不管是地区或者是时间的这个奖励 不少人一见下单叫外送似乎已成趋势 若在年节或特殊节庆 外送员私下透露 在傍晚五顶后的餐期 依据距离长短或不同地区和餐期倍率 一单大约多二十元 在过年期间最开心的就是跑到天使订单 除了扫费较多外 还有红包惊喜送上门 有收到红包过 两百 有说天气比较冷 还是会有客人会斟酌 会有提供额外的小费 大概一百多两百多吧 铁匙外送员尤其大过年 客人扫费比例高 日以外送平台来说 Uber Eats同样会依据订单需求 建模时段或天气因素 额外烫刺给予奖励金 至于4panda 银器后会特殊节日 影响订单需求量时 会不定期针对特殊区域或时段 提供加码奖励 加件补贴 但客人送上了心意 替来予奔布的外送员 多点喜气和暖意 这中央程序 台北什么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